超商店員一下子在櫃台盤點 一下子又抱著包裹走來走去 看起來工作正常 但他卻趁機偷拿店內現金 還放到自己口袋 新界的就是這名29歲的 蔡仙女子 她在高雄小港區一間超商 擔任大業班 沒想到才剛到職不到一個月 就因為缺錢堅守自盜 根據了解女店員有吸毒前科 疑似為了買毒 已經信用破產 還經常借高利貸 才會連利息都繳不起 因此利用大業班 只有她一個人 先偷偷在櫃台取出現金 再假裝搬運包裹 把錢藏在底下 最後拿到貨架後方偷天換日 而錢全放進自己口袋 由於店內現金短少 店長調業監視器 才發現連續兩天犯案 今天其實算蠻忙的 可能沒注意到就會出現這樣的問題 但是店家也沒有辦法去訪問那麼多 因為畢竟超商本來就是來來去去的 但是可能在這方面要多注意 由於出現內賊的超商就位於小港的鬧區 白天人潮絡意不絕 因此民眾聽到都很驚訝 而店家原本為了安全 只要現金超過一萬元 就會把錢放進保險箱 沒想到嫌犯人利用大業班犯案 還好最後露出馬腳 仍得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 TVBS新聞舞少龍和一信 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